我都怪您叫陈导 陈导觉得观众是需要殉导的 我觉得您用这词 就是说喜剧观众 当然 怎么叫殉导 所有动物的所有的行为 都是被殉导出来的 不光人俩 所有的动物 所有生物 所有的生物 你看那向日葵 太阳 都是被殉导的 那你怎么殉导 我就我笑了呢 你能看进去 然后呢 你相信了这个人物 然后他的那种犯的错误 就变成了你的优越感 这个把条件都给了你 然后让他用一个 在一个特别巧妙的 就是或者说 就绝对准确的技术 这个节奏里 韵律里 你就会笑 即使我给了你一个好的故事 好的情节 你也有优越感了 但是这个节奏韵律要是不对 你笑也会打折口 所以你一个喜剧开场 实际上一个是叙事 同时在喜剧上还有一个 就是要调观众的节奏韵律 您这么说呢 我倒是觉得 我每次看现场的话剧 一开头都是不能进入的 我不知道 我甚至怀疑 我是有点真人恐惧症 还是有点社交恐惧症 就是我也说不清 我是为我不好意思 还是替那个演员担心 就是总觉得 他跟影视剧不一样 他是个真人 你就怕他不成功 怕他有点 好像那 所以我一开始都是那个僵的 但是好像到后来 他就到了某一个点上 一下子就打开了 打开了 这是不是就是您说的 他在带我进钩 都是 其实他也在用 他的讲故事的方法 和他殉导你 他也在殉导你 悲剧也要殉导 悲剧也是用各种方法 来殉导你 让你产生共情 让你产生悲悯 让你产生惊悚 恐惧 然后又悲悯 您说这个悲 都是殉导 您说这个悲 这人到马彦都谈谈 我真的有一个不太明白 我看他们老讨论这个 为什么现在的小品 就很多叫洗头悲伪 它就是在殉导观众 让观众产生悲悯 但这个我们作为观众 还是挺反感的 还是很不喜欢 我真的有点闹不清 这是为什么要这样 他为什么最后 要让你感动的哭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好像似乎 小品演员和喜剧演员 包括二人传演员 他们老觉得搞笑这事不高级 就是到最后吧 他得背一下 他得让人哭 这事他才高级 他奔着证据去 他觉得他收得了场 下得了台 他最后是 你算人说相声 最后一个底 大家大咔嚓 大家很乐 那不觉得不好吗 我不明白 这个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喜剧演员不自信 就是他搞笑搞得那么成功 前头那么可爱 搞笑 高兴 他最后一定要 要悲伤 一定要 是 我不太明白 我看见有些观众就批评 就是为什么最后非要弄一个 让人来说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 他觉得证据高级 不是 他是有一阵的流行 就是偶尔有一个作品 是这样洗头悲伪 然后获得比较好的一个好评 大家开始追风 但他形成一种潮流 是肯定是不好的 有一阵的好多小品都是这样 就变成套路了 就变成套路了 这就不好了 其实按理说 不需要这个套路 您对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怎么看 还是一个 第一 他技术能力已经达不到了 他没有时间创作 创作时间短 就是他这个创作周期太短 第二一个就是创作能力不足 他因为创作能力不足 他只能持一个喜剧的故事情节 他只能持续十分钟不到 五千五分钟他能持续 但是再往前延伸 他需要一个故事情节 和喜剧的技术不断的翻升 他才能够达到持续后十分钟的 场子效果 喜剧效果 他达不到 这是一个技术环节 我们往往达不到的时候 他就要用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为什么你比如说你是逗人乐的 我可以接受就是说 你哪怕是个到最后是个最烂的笑话 但是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就转到要感动的人们流泪 因为一个悲呢 因为第一 让人流泪显得自己高级一些 显得作品高级一些 他自己能获得一个存在感 更主要的是他技术达不到 就是我们现在的人他技术达不到 达不到以后他就用别的方法来遮盖 我认为是什么问题呢 是喜剧跟悲剧 他评判标准不一样 你喜剧就有点像 你比如我们举个例子 你看那翻跟头出来 一个跟头 最后光一个高空翻 这是翻跟头 对不对 但是你这高空跟头翻不上去的时候 那你不如摔一马趴 那摔一马趴 他都变成另外一个评判标准了 他就用这种简单的方法 获得双重评判标准 所以他就获得简单成功 现在很多 比如包括喜剧电影 那就是说 还是您创造的这个小品 对吧 一个就是段子大会串 小品大会串 如果你的电子 从头到尾让我落 那这为什么就低级呢 没有说低级 是说它技术含量并不高 因为它是一个大会串 它不会是一个很结实的 一个故事结构体 就从故事本身 它也是一个松散的东西 所以它能够就串各种各样的 可能挖掘出来的笑点 社会上的热点 就是在那现抓一些包袱嘛 永远这个东西啊 它是一个技术含量不足 但是它结果如果真能逗乐了 没关系 也好 都算成功 都算成功啊 作为喜剧上来说 让观众笑了 那就算成功了 它成功的穿了一串糖葫芦 你明白吧 但是它是糖葫芦 马爷您觉得 这有高级低级之分吗 喜剧或者幽默 我认为我不笑就不够高级 最好的笑是非常幽默的这种感受 这个高级和低级的区分呢 那首先是有些东西 现在也不提倡也不允许 比如你拿残疾人开玩笑 这肯定是不行 过去最多的是用那种 不算残疾人的行为 但是有一些 比如结巴科子什么的 这些就生理上的一些缺陷 开玩笑 那过去说像 还有那个说那个 就是一个瘸子 跟一个瞎一只眼的人谈恋爱 那个睁眼在外的 瞎眼在里头 瘸子骑着一个马 它都是用这种东西去逗热 这肯定是低俗的 这个现在 不管是小品还是相声 它都慢慢把这一部分 全部都摒弃了 去除了 那么 那生活中还有 就是有些东西 可能我们的经历 和年龄看着比较低级 但是年轻人不觉得 年轻人他需要的是一个 生活中简单的快乐 他的快乐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他希望减压 我们今天 你看年轻人天天说 他们压力大 我们说你跟我们那时候的 压力比得了吗 然后 但是人家说的 我觉得有道理 他说你呢 那压力都是物质压力 我们都是精神压力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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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然是物质压力 吃了上顿没下顿 这是不是叫物质压力 压力 对吧 你去干活去到农村 插队 你去干那重体力活 我说过 我们年轻时候干的 那不是人干的活 是牲口干的活 那你干 那个压力 但是你精神上没那么大压力 今天的精神压力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攀比 他不应该有 但是攀比告诉他有了 就是说你的工资不如人家 人家什么一天挣多少钱 是吧 什么那个社会新闻爆炒的时候 谁一天上来 什么多少万 是吧 这些压力会给很多人产生一个 就是不该有的压力 在这种压力中 他肯定谋求一种简单的快乐 你自行为 你自行为 你自行为